這其實應該是我們來高雄第一次售票表演 因為我們之前所有表演都是一些活動啊 然後或者像大坎開唱啊 或者是有些學校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商業演出 或者是在陳平的那種 就是大家都可以來表演 然後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在高雄辦售票表演 然後所以其實心裡有點緊張 不過看到台下還蠻多人就有點放心 還是說其實你們都是來看角落 不要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他的角落主唱的聲音跟臉部會不搭啊 我剛剛坐在後面聽然後就覺得哇就是 很陽光的感覺 很可愛啊 所以很開心 然後明天呢 就我的旅行已經到了第三天 其實我已經有點想家了 所以 一些主唱巨蟹座一樣的想家 是的沒錯 所以但我明天還要去台中 參加朋友婚禮 所以呢 這個 祝我好遠 沒有人開著我的戰車會才對 最後一首歌 這首歌 是 是一個非常艱深的一首歌 有各種之間 然後 希望大家 都可以 找到一個舒服的 象限 找到一個舒服的生活 然後 謝謝博二 再一次邀請我們來 來來謝謝長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ㄟ ㄟ 你等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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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